今天来看一下远古旧神蓝细菌 它们是第一批解锁了光合作用的生物 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首先是内供生假说 人们认为植物祖先吞噬了蓝细菌祖先 然后将其变成了叶绿体 虽然是个假说 但是放眼微生物世界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个说法的合理性 甚至有些动物比如这种高呼海峭 就已经和蓝细菌合二为一 既能光合作用还可以在海中绿是有机制 不过都说海峭比包肉少不太好吃 但是这个画面看起来海峭好像也没有很难吃的样子 然后我们还能看到中间那个被树丝早加紧的小眼虫 它的体内就已经有非常多的蓝细菌了 虽然人被加紧非常难受 但是好在它的身体可以变形 我们能看到眼虫脑袋上那个用来感受光线的小眼睛 这也是非常原始的眼睛的雏形 如果把所有微生物都看完 我们完全不用惊讶眼睛这种精巧的结构是如何进化来的呢 说到眼睛蓝细菌其实也是有眼睛的 虽然它们看起来是绿油油的一片 不过它们体内已经有了感受光线的色素 因为要光合作用 所以它们会朝着有光的地方缓慢运动 而它们运动是依赖自身体表类似蠕虫一样的固有 虽然是细菌 不过目前还没发现有像其他细菌一样的鳖毛 它们的运动也是依靠三粘酸性肝驱动的 同时这也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运作逻辑 这里又是几个乱入的眼虫 我们看到它体内的微型蓝细菌非常的小 而它旁边的蓝细菌又这么大 眼虫已经属于真核生物了 这些蓝细菌和旁边那些蠕动的小细菌 简直是两个物种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早期学者采绘物认为蓝细菌是一种藻类 藻类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许多能滋养的生物都会被称为这个藻或者那个藻 但是较早的不一定是藻 不过叫细菌的一定是细菌 这里这个一长串的白色细菌是贝尔阿托细菌 当然这里的阿托和暗仪建模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贝尸菌是变形菌门的一种细菌 不是之前那些蓝细菌 也不是和年菌一起的变形虫门 变形菌门存在着大量的致病菌 不过贝尸菌也就还好了对人没什么大的影响 它旁边的小东西都是它的选方大表亲一些细菌 这个贝尸菌并不是一个单独个体 而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联合体 宏观世界也有类似这样的连结形态 比如这种把兄弟姐妹绑在一起的尊海鞘 它们会手拉着手一起张着大嘴绿石海洋中的有机物 还有这种长得像是海洋围巾一样的管水母 相比于尊海鞘管水母更加危险 它们的小团体会伸出许多类似触蓄 然后依靠自细胞毒杀海洋中的小鱼或者甲轿类 不过人们一般接触不到这种生物它们通常生活在深海 回到细菌这里贝尸菌也是非常奇妙的生命类群 我们甚至能用肉眼看到它们组成了一团漂亮白色的生命集群 像蓝细菌一样这些东西遍布淡水和海洋 适应能力也是相当的强 然后是蓝细菌 我们大致可以看作它们是微生物界的植物 不仅可以制造氧气也会与其他微生物提供食物 比如这个画面就是三维生物水熊虫正在缩菌 很多微生物都会把蓝细菌当成奶茶用来吸领 要么就是把一些微型蓝细菌放进身体里当成生物电池 这个不要脸的水熊虫还在啃食蓝细菌 水熊虫是缓步动物已经是动物界了 属于是宏观世界混不下去了跑来这里欺负细菌 这便是一个阿米巴变形虫正在吞噬颤草 阿米巴是真和生物和年军是一个门的都属于变形虫门 对人类来说这祸还是有点危险的 这个罗斯斯方块是一种平裂草 这东西的生命形态非常特殊 会和自己的后代聚在一起 我们在艾迪卡拉基之前的祖先大概率和这种形态非常接近 平裂草的形态非常像是三体入侵地球 是地球军团组成的太空剑针 不过它们等不到三体人只能耿到强大的水熊虫 好在水熊虫对它们也没有很感兴趣 这个最粗的是颤草 也是经常被迫害的一种蓝细菌 旁边那些小海带子应该也是某种蓝细菌 颤草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 这个名字的由来大概是因为 它们曾经和王妃一起颤抖过 然后是这种一串一串的念珠草 念珠草有许多种形态也不尽相同 不过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像是一串慈悲念珠 中间还会有一个加大号的氏学柱也是非常的有趣 旁边那些绿色的小点点也是一些蓝细菌 是蓝细菌最基础的形态经常被真和生物拿去当成电池 上一期细菌那期我们还看过这种螺旋形态的念珠草 这次顺道拿过来复习一下 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球也是念珠草的一种型类型 国内会把它们的某些种类称为发残 因为有些菌落会长得比较大 而且富含营养所以会被端上餐桌 也是非常背负我们之人了 细菌也能拿来吃 一同被拿去吃的还有著名宝剑品螺旋草 阿婆也曾经吃过螺旋草 吃到那粉米失调一不小心长出了乳房 而这个漂亮的荧光棒是鱼星草属的蓝细菌 当然并不是我们吃的那个地里的折耳根 看形态就知道它们也是念珠草木 然后这个是某种树丝草 也是念珠草木的 不过它们长得比较抽象 它们聚在一起又可以相对独立运动 所以经常会给我们一种水墨化的感觉 到这里我们顺道来欣赏一下漂亮的龟草 龟草的形态非常的多 三角形风形缩形钻石形英有进影 除了旁边这些嫩绿色的 其余长得像宝石的全部是龟草 而龟草泥就是它们死亡后的产物 龟草这个类群真的是非常有趣 这使它们肿圈的大多数形态 以后有机会专门做一期 最后是蓝细菌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 除了制造氧气和参与创造过植物外 蓝细菌也会成为生态杀手 如果水底氧风过分充足 它们就会疯狂繁殖 然后就有了我们所知的暴藻 暴藻的后果非常严重 它们会长根水底氧气 让小鱼窒息而死 也可以说蓝细菌可以把鱼类活活淹死 并且人类如果饮用暴藻水 也是非常危险的 轻则进医院抢救众则 因为致命毒素登上天堂 而泥盆基末的灭绝事件 大概率就是因为暴藻所致 虽然具体原因争论不休 但是当时肯定是暴藻了 该实际的圈颜严层 也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海洋居然微生物死亡后 降解速度减缓 然后众多生物尸体慢慢沉浸 最后变成了石油 时至今日泥盆基石油 依旧是我们当前很重要的能源来源 等于石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它们并不是来自于生物尸体 而是天然的石头质 不过现有证据来看 石油大概率是有机物形成的没错的 而暴藻的后果就是 把刚刚干方海蝎子的盾皮鱼类集体灭组 此时我们的祖先肉骑鱼类被盾皮压迫 不得不入住淡水 因为陆地上有许多虫子 有加上水体缺氧 一方面当时的肉骑鱼 会经常跳出来伏击虫子 另一方面 它们也要依靠空气补充氧气 就在各种天资渔祸 以及陆地虫子的不断诱惑下 我们的祖先在这个时期 净化出了另一个神器 可以呼吸空气的肺 至此缠弱的小鱼便已经不再是鱼 而是一种彻底制把食物链顶端 让天下众生都为之站立的可怕生物 四足形类 第一种登陆的鱼类 很有可能是提塔利克鱼 不过它并不是人类祖先 目前人类还没找到相对应化石 最后便是上一期讲的古君的位置 并不是说古君不能用了还是可以用的 虽然三与六界系统已经有些滞后 但是界以上的分类没有那么严格 主要是它的位置 本来人们以为古君和细菌 是路卡的两个双胞胎 但02年学者通过分子证据判断 古君大概率是由某种细菌演变而来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